1月19號19時20分左右 在花蓮市 中山路的一間營樓 發生一起金氏的搶奪案件 無姓犯嫌騎乘腳踏車 到金氏內假意要購買一個金戒指 那趁店員不注意之際 立即向店外逃跑 並騎乘腳踏車逃逸 得手一枚4000多 價值新台幣28000餘元的金戒指一枚 那本他搶奪到金氏以後 他騎乘腳踏車來逃逸 那他的路線不斷的變化 那我們調閱監視器分析發現 他後來是在東大門夜市附近 燃一台寄人車 那車資3500元往台東市區逃逸 居某24小時 專案小組立即南下台東 在20號的凌晨1點30分 順利在某台東市的某電子有一場內 將該名無姓犯嫌 居提逮捕到案 全案將以搶奪罪嫌移送 也將由花蓮地方檢察署 向花蓮地方法院來申請積壓 那目前犯嫌的身上呢 只有查獲到現金大概2萬餘元 那因為犯嫌呢 前往台東逃逸的時候呢 已經消費了3500元的一個金額 那金戒指據犯嫌公稱已經變賣 警方將繼續的來查章 在2019年也有發生過這個案子 那無姓嫌犯這次也是重複的一個犯案 所以地檢署這邊呢 也會向地院這邊來做一個 升壓的動作